好擁有 是啊 那Lis Lis 合同 自己有 租 自己有 自己租 自己租 Less than Lis 不是自己租 Less than pretty 不靠 And then Disclose Disclose 公開 And then Close 不公開 Close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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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 Intermediation Dis It is intermedium Asian, 即是不錢錢 即銀行給錢你 銀行給錢給我 銀行給錢給我 為什麼他叫銀行給錢給我,即是不錢錢 即是你提款, 一個是存款, 一個是提款 哦,提款 哦,拿錢 銀行拿錢, 提款, 錢錢 其實呢 Wonkey付款 Motization是一次過 一次過, 其實Motization是有死的意思 你死的時候才會有Motization 他一次過給你所有錢 所以Motization Mot, M-O-R-T這個Mot就是死的 那我可不可以銀行那裏 銀行有錢那些錢, 我一次過拿了錢出來 那可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這樣說的, 總之你記得Motization就是分期付款 你要記住這個字 Lineation就是整間屋賣了去 Lineation就是連了去, 等你賣不到 好 哦, 那裏就是 對啦, 我們這個表主要是想講 什麼叫做相反詞 OK 我們這個表主要是想學英文 因為為什麼呢, 在英文裏面呢 你把一個字變成相反詞 很簡單, 你只需要加前面加個 Lest than就可以了 或者前面加個 Diss 或者前面加個 A 或者前面加個 A 或者前面加個 是過戶的 第一個呢, 我們從這邊看呢 就是說 願意這樣送給你 Dedication 所以呢, 你現在在你的生字寶 那個正送 在你的生字寶裡先寫下 Dedication這個字 Dedication呢, 就是送給你 Dedicate 用藍筆 或者不用個個用紅筆 或者不用個個用紅筆 我這裏還有一支 那呢, 第二個字呢 就叫occupation occupation occupation呢, 就是說 住了在那裏 工作啊? 不是啊 Dedicap occupation呢, 就有三個 abandonment abandonment 就是說 我雖然住了去 我現在不住了 我荒廢去了 abandonment 荒廢 Averse possession呢 你現在立刻繼續寫 occupation 住 住 occupation 住的意思 解除中文是住的意思 解除中文 是的, 我現在一路盡快講 你就變成不用 Dedication Dedication 就是送 我現在一路講 你變成不用查中文 可以快 Averse possession呢 Averse possession呢 Averse possession呢 就是我反方向那樣 去拿你的 Averse 是很 我需要記過 這些字 沒有辦法 其實 要記的 所以 為什麼說讀地產 那麼多生字要記 是 你越記得多 看他們的題目 越準 但是 你記得 不是那麼熟 都不要緊的 要記的 Prescription 首先 Averse possession呢 就是說 我是很醜陋的 拿它 Prescription呢 你寫得到它 你寫得到它 那是不是 Abandonment 包括那個記 包括 你不用再寫了 你看這個圖 可以 或者你打眼睛 畫了這個圖 Averse possession呢 就像泥土那樣 因為那個颱風 吹了些泥去 你問 現在你還在講 歌頭講 我歌頭我已經不記得了 那為什麼 那不要緊 所以你問 聽回名帶就記得了 因為主要 我們都是記住 英文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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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要緊的 不要相關 我第一次都忘記了 我是聽了三四次都忘記了 我講真那一句 我考完試都忘記了 但是都不要緊的 你大致上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Permanent Fixture 就好像人家那些 香港那樣填了些土 Encruachment 就好像一棵樹 那棵樹 是扮扮到你屋裡 它就Encruise了你 好像一個Fence Fence 人家見到你隔壁屋 就來買 它就把Fence 推過來侵佔你 好像一個Balcony 那個Balcony 一特意起高些 拿起你的位子 這三個例子很經典 所以這三個例子 你最好懂得說 你可以說得出 Interstate Succession Interstate Interstate Succession 什麼叫Interstate 就是 說沒有寫遺囑 的 Succession 就是說 沒有Vue Interstate 就是沒有Vue Succession 就是 那個後人接管 那你那裡寫下 這兩個要記 先寫下 Intestate Intestate I-N-T-E-S-T-A-T-E Int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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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沒有 沒有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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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No Vue 你記不記得Vue 有兩個意思嗎 Vue 一個去解作為遺囑 另外一個去解作為遺囑 另外一個去解作為遺囑 意願 ECE ECE 或者Eoo E字 所以我們呢有幾個英文字 叫做 Will Call Add Will 你在旁邊呢 Example 安描 Even bare succession 即是後人接管 因為success 即是後人 sune 即是後人拿到手 disposable by law 即是法庭法律給他的 法庭判的 dispose 即是disposition disposition 即是法庭講的 法庭留的 disposition 即是那個人的證供 在中文呢 雙方面的disposition 麻煩你拿出來 雙方面的證供 講出來 no will 就是沒有那個遺囑 1 2 3 4 我們已經講了四個 第五個 其實這些是什麼來的 這些就是原來產權移交 一間屋賣給另外一個人 或者給另外一個人呢 是可以有以上這七種方法的 那 by probay Proby 即是說是這個法庭認證 法庭的判決呢 他們在高院 或者是由行政官 Administrator Administrator 或者是Executor 最後呢就是by a will 有遺囑的 包括呢 是有證人的遺囑 和手寫的遺囑 Holographic 你先寫下Holographic 手寫 而最後呢 最常用的就是by deed 用一張屋契 grand deed 就是有pay off 你已經pay off所有的錢了 所以那間屋是屬於你的了 或者是quit claim deed quit claim deed 就是甩名契 甩名契的意思就是 爸爸媽媽和兒子 一起擁有一間屋 終於呢爸爸媽媽甩了名字 一間屋全間給了個兒子 那個為什麼那個 收不夠呢